马来西亚除了迪玛威士忌 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威士忌 叫JF Dominic 我好喝没有 我也不知道 诶 讲真的啦 摆的那个位置是 我感觉它是 假的酒 哈哈哈哈 放到那个甜的酒 放在一起就 喝了不懂会不会死掉了 会不会死掉了 你讲味 Onde Onde 啊 什么是 我讲的就是那个东西 我觉得是挺 OK的 你不能要酒啊 十十块要紫 它有马卡兰 酱汁 谁啊 星汤 星汤 诶 这样比较香哦 嗯 我本来一开始我想 我是想喝酒精加水的 对啊 总结来讲 很不错的一只 威士忌 Budget有点对不对 哈哈哈哈 我帮你找到好的选择了 这个频道都是有关于酒的东西 我们一起体验不同的喝酒的趣 有兴趣的 现在就订阅 跟看完吧 Let's go YOW 我是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就是爱喝 马来西亚除了 Dima Whiskey 你懂Dima Whiskey 直接很HOT的啦 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Whiskey brand 叫JF Dominic 就那个JF Dominic呢 嗯嗯 我本身我也是 他没有跟我讲 我也不会去发现 我也没有去注意过他 这样谁跟你讲 有一个bro跟我讲的 在我Stucker Beer下面 他留言给我知道 你知道除了Dima 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 brand 哦 然后你哪里买 他很出名 KK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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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他地方咧 我懂Shopee有买 然后KK我觉得 不是每一间KK都买的 我走了几间KK啦 嗯 然后我才找到 这一只 哦 其实它还有不同味道 它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味道 是Coffee White Coffee 这本来没有买 早没有 我只找到一只啦 这个是Origin 和口味的 JF Dominic 马来西亚的 Blended Mode Whiskey啦 多少% 350ml 43% 哇 这在烈酒中 normal的 normal啦 Malaysia Rules and Regulation If you want to define as whiskey you need to have like certain percent的小孩alcohol 如果没有错的话 是42% 我那时候有读 不懂是40%还是42% So 价钱也很便宜啦 350ml 大概才 4-50块 很便宜吗 便宜到爆炸 你会不会摆多 几百块 就算我给它700ml 都好 都100块 这样 好 很便宜啊 如果你外面买个700ml的 Sexao Body 我给你 200多 300 有些卖到1万 啊 200多300 一个才 40-50块 便宜到爆炸啦 这么好喝没有 我我也不知道 诶 拿过几年咯 蛤 他拿过San Francisco World Spirit Competition 2021年的Cew World 跟New York World Wine and Spirit Competition Browns 2021年 多少个人参加 我不知道咯 我是不知道咯 是三个人参加的 他在哪里 不是台湾 他哪讲的那个点在那里 我有上网去看啦 他们讲这个是Based on 首先会有一轮是那个 评判会Blind Test 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哪里 他不知道 价钱 名字 Brands 全部都不知道 他做Blind Test 给分数 会给 好像 他有不同啦 好像 Dewer是Among 这一个款式的Whiskey里面 它是属于最好的 哦 如果是Go的话 是Among这个款式里面 最Tip Top的 我有上网去看啊 会不会是给钱买 对对对对 我才想问你这个问题 不像哦 看好像是 YES 就 他不像是那种 很Dodgy Dodgy 没有给你Information 他还跟你讲他怎样 他有List出来 为怎样选怎样选 大概这样啦 应该不是老的瓜 但是他为什么 他拿过这样才更加便宜 马来西亚啦 哦 如果你Import 你会charge一轮 然后再中九Tex一轮 所以他只是中九Tex 对对对 就在Langkawi 会更加更加便宜 哈 可是Langkawi 好像没有看过啦 可能有 可能没有注意 讲真的啦 摆的那个位置 只是我感觉他是跟那些 假的酒 哈哈哈哈 摆的那个便宜的酒 放在一起就 嗯 喝了不懂会不会死掉 会不会死掉 对对对对 OK啦 整个Border 仅仅是JF Dominic Original Cork味 然后它是写 Compound Heart Licker with Whisky Blended Malt 就是参Lisky还有参其他 他喊一歌进去讲 然后去调 所以想象他的酒味可以想象吗 我觉得他比较赖吧 比较赖 就是没有喝过酒的人 他们会喝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比较能接受一点点 可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他的风味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清 当然我们也不是专业 我们是个人看法 讲错什么 做错什么 闻错什么 不要屌啊 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We learn from get together 我也是刚刚接触 Risky不久 我就讲我喝到什么 我更死酒小白 哈哈哈哈 其实我对他的咖啡 我很有兴趣 我也是 我很想吃很多 你哥哥跟我讲咖啡的时候 说你没有买咖啡 等到我没有买到 不用紧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试一试 哪招我们讲咖啡 先过来咖啡 哎呀 哈哈哈哈 OK 我们就来先试试先吧 啊是转的啊 哦 不知道其实我也 哦 有 已经开了呢 他已经开了 我做手害了 哎呦 真的是很酱 他很浓 他直接乳 进入我的鼻洞了 他完全没有给我 休息的机会 哈哈哈哈 Hugo讲 不是用鼻子 是鼻子跟嘴巴吼 记得哦 忘记了 我闻到有点 caramel的甜 你有没有试过 还没有喝酒 那样鼻子里都烧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顺 然后有点 辣 凉不凉的 有点辣 Hugo讲辣 是因为你第一口 哦 哈哈哈哈 我刚刚short了一个 所以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有点烟味 嗯 是吗 smoop 对 一点点 烟心烟心 它卡在喉咙 跟鼻子后面而已 那个 你喉咙痛的地方 哈哈哈哈 对 喉咙痛的地方 就是它了 这个其实 拿来 算是不错的 然后不如我这么倒 最后它留在我嘴巴 是稍微有点香的 你懂那个 有 啊 ok ok 我好像感觉到有那个椰炸味 这样应该是椰炸的味 哦椰炸椰炸 没有感觉 没有 倒有点caramel 嗯 然后就是smo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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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vor 就是你跟我喝到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差不多一样 啊对对 可是我是抓到墨土的caramel这样的糖浆 It's make sense啊 如果你讲椰浆 我会觉得是make sense 因为是 Manager 你觉得吗 他一定会搞一些东西出来嘛 这真的是人家喝到椰浆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喝到是椰浆 你讲了过后 我看了会 诶 好像有一定感觉到 那这边有caramel 有可能是那个 caramel糖 糖味 你讲的caramel是 popcorn上面那个酱的味道 嗯 我现在喝 椰浆味 ondé oné 啊 是不是 是不是ondé oné 是不是很奇怪 哈哈哈哈 ondé oné ondé oné 里面的那个 chocolate糖的原谅 也讲味 对 我讲的就是那个东西 嗯 ok啦 以这个价位来讲啦 嗯 可以喝到ondé也都不错啦 我觉得是挺 ok了 你不能要酒碗 40块要怎样 他有macalán 酱 有macalán 酱的橙醋 橙次感 酱味味什么什么 我可以讲 yes 他有一点点橙次 可是还是很 很快就 很平淡啦 对对对 一进了 出来 你就是 那几个味道就是那几个味道 就散掉了 其实威士忌是要这样咬的 让我们给他的风味出来 咬醒啦 咬醒他 咬咬 sang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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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快要sang啊 快要sang啊 现在我闻呢 一闻哦 上面这边 ondé oné 都是ondé oné 真的是ondé oné 你不讲话 一讲他一直出来 对 地梁地水 地水可能不同意的 对 asper hugo 完全没有去找他了 我看我要找找他了 如果人家大家不知道hugo是谁的话 就去看有hugofit 嗯 看我们hugo的video 嗯 嗯 好像比较香哦 嗯 它没有这样嗆 它比较淡气的 真的 它很酸气啊 嗯 闻到你一开始你一闻一嗡嗡这样一下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不会你闻的 是我做觉吗 是吗 甘蔗 蛤 不是那种放进mrc 嗯 出来是新鲜的 可是那种 你喝的干什么 是拿来咬的那种 哦 不要讲脾气 眼睛都辣 浇到水哦 嗯 第一口进去 新鲜的 嗯 海水没出来 哈哈哈哈 其实浇了水 所以我觉得有不同 有不同? 味道方面比较顺 然后喝方面感觉 味道变了一点点 十五十块哦 你知道我喝到什么感觉啊? 你都吃了 kiwi 过后 在我石头上都我不想 那你有这样的吗? 你有这样的感觉啊? 我还好 一开始是 onde ande 跟一点点 caramel 然后加了水过后鲜鲜的 所以有点干着干着 然后再一点 kiwi kiwi 我本来一开始我想哦 就是普通visky味吧 我是想喝酒精加水吧 待会有其他东西 这个还可以试试 还有一点东西出来哦 没有讲很多哦 但是 你还可以试到一点层次 有一点点风味在里面 其实像我觉得可以试到有 onde ande味成是malaysia的风味啊 这个不是我吹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可能他们餐的时候都没有想过 会有onde ande味 可能你人家喝他们不知道 但是可能我们讲了他们试了 我们就会觉得哦 真的是有一点点椰糖 对对对对 你们也试一下 试看 看有没有onde ande的椰糖味 如果你们试到什么其他的味道啊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个人还是觉得很值得买一下 如果你才40块 你问我以后我会不会买 如果只能拿来靠Shot啦 买吧 买吧 Shot到来又便宜 CP值很高咯 又酸 我第一次又遇到威士忌40块 平时那种40块 威士忌那种烦的吧 那喝了会好像被死人那种 那种 那种看报纸 用中毒 酒精中毒那种 然后死在路边那种 诶 可以哇 拿来Shot 40块 一支 买个两支 这样一个晚上应该都够了咯 我期待咖啡那一个 有机会我们来搞咖啡一下 咖啡 不是我们要去摧 真的 如果喝到有垃圾河水的味道 我们会讲有垃圾河水的味道 对 可以哇 但是如果是垃圾河水的味道 也是马来西亚的方式 你喝了我还不要吃 你是随便看一家 喝里面啊 然后你怪汤匙来喝 苦苦的 对啊 总结来讲很不错的一支 威士忌啦 budget有限对不对 哈哈哈 我帮你找到好的选择了 你支持一下咯 怎样讲的是 马来西亚的品牌 虽然讲它 五千五千的 哪个讲 真心没有听过啦 嗯 我也是没有听过 好啦 今天就到这边啦 有什么好喝的 好玩的 吃到什么味道 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到最后记得记得 喝酒硬硬硬就好 喝多不好 还有喝酒不加车 加车不喝酒 好 如果喜欢这集别忘记 现在立刻马上按下这边的 subscribe button 然后like跟下这集啦 我们下个video见 再见 爹 爹 是 是 是 ol 好 这集啊 好的 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